美国海岸警卫队6月22日表示,失踪潜艇上的所有人全部遇难,其部门已经通知了船员的家属。 运营深海潜水器的公司海洋之门也发表声明称,相信船上的5名男子已经死亡。 在当天稍早的时候,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泰坦尼克号附近的搜索区域发现了一个碎片场。 备忘录显示,经评估该碎片来自潜水器的外部主体。 美国海岸警卫队少将约翰·默格周四表示,失踪的潜水器发生了灾难性的内爆。 潜水器的尾锥和其他碎片在距离泰坦尼克号船头约1600英尺处被发现。 海底环境极其恶劣,碎片与船只灾难性的内爆相符。 但备忘录称,对泰坦潜艇乘客舱的搜寻仍在继续。 泰坦号失踪后,不少人对它的安全性及其所属公司海洋之门的专业性越发质疑。 海洋之门公司始终拒绝让泰坦号接受第三方的专业认证。 业舰普遍对这一潜水器的可靠性感到担忧。 美国全国地产经济商协会6月2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二手房的销售几乎没有增长,因为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持续抑制需求,并阻止房主将房产挂牌上市。 5月份,二手房折合年率成交量小幅上涨0.2%至430万套,未经调整的销售同比下降超过18%,库存水平受限而抵押贷款利率较高。 这持续对二手房市场形成阻碍,这使得房主不愿更换房屋,承担更高昂的借款成本,并因而推动买家将目光投向新建筑宅。 当地时间6月21日6时,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达成的72小时临时停货协议到期。 首都喀吐木市及其周边的北喀吐木市、恩图曼市组成的首都圈以及南科尔多凡州等地,当天再度爆发激烈武装冲突。 苏丹武装部队出动战机对快速支援部队位于喀吐木市南部的两座军营实施空袭,快速支援部队使用防空火炮予以反击。 双方还在喀吐木市西部、恩图曼市北部围绕数座军事基地展开交火, 已经持续60多天的武装冲突给苏丹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表示, 自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50万苏丹人逃往邻国避难, 另有大约200万人在苏丹国内流离失所。 6月21日晚,中国宁夏银川市复阳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 目前已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 22日上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 对烧烤店燃气爆炸施工中的6名伤员进行全面会诊, 目前生命体证均平稳。 据悉,公安部门已依法对事故烧烤店店长、 股东和工作人员等9人进行控制并冻结其资产。 自治区已组织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公安部门开展事故原因调查, 同时启动问责程序, 依法依规依计严肃追究责任。 选择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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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期责任。